末世千见比丘,若比丘尼,百依坦约,心灭参应,慈何定见,一道城中发布三院,出路超狱,六十行道,如是不昧,今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母顶安慰,令其开悟。 释迦牟尼佛的话,也是说明他会扶持这些修持的人,否则我能说,像这样,如是末法之事的清净比丘,持见清净的比丘,这个修法以比丘为主,也包含其他,所以比丘尼也可以修,所以若比丘尼,假如有比丘尼众,愿意修行,也可以。 不但是比丘尼可以,在家人也可以,百依就是在家人,在印度的习惯啊,佛在世当时的人,在家人多数穿着百依服,因为印度的气候很热,穿百的比较凉爽,那么在家人穿的到多数都是百的衣服,因此对于在家人就称他百依, 谭丘尼,谭是谭罗布施,约是中国话,由布施能够超出贫穷孩,所以叫做谭约,就是指在家就是富士道长,他能够超出贫穷孩。 百一谈约 按照经文说 四种都可以修了 比丘为主 出家比丘 你一样可以修 那么在家游泊 赛游泊也可以修 所以说百一谈约 还有一种说法 百一谈约是指他 扶持出家人 扶持出家人修行 那就是说 出家人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要有在家的复法 没有在家复法 他怎么能修啊 最起码他要吃饭了 这个法轮未尊死轮先了 那么谁给他吃啊 百一谈约 所以这个百一谈约 或者是飘式 扶持出家比丘 比丘你再修这个法门 不过虽然说 不论是四种修 或者是二种修 他在专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不能男女分杂 比丘就纯比丘 后边经文说十个 不能超过这个数目指 比丘你就纯粹 比丘你 也是十个 不能超出这个数目指 百一在家人 如果要跟随出家人修的话 可以 男众可以跟随在比丘后 游婆仙 跟随在比丘后 游婆仪 跟随在比丘你后 那么这个谈长修这个法门 不能男女四种混杂 这样是不行 男众修就是纯粹是男众 顶多在家的男众游婆仙 可以附在后边 但是不在十数之中 而如果是比丘修 不能超过十个人 太多了 复杂 做不好 所以最多不能超过十个 我想还是一个人最好 不会有烦恼 也不会吵架 所以 如果这个内边分清楚 不能随便分口 现代人 因为都是很普通 很普遍 不能这样细分别 可是如果建立这个谈长专修的话 那就必定有这样分别 不能够分口 心灭谈鹰 尤其对于这个 御仪界的烦恼 必定要把他压住 从而不能断除 也能够降服他 不要使他生起来 持佛境界 佛所制定的 这个清净的建法 要如法持好 于道场中发菩萨愿 在这个道场里面 要发愿 后边呢 坛场里面有说到 凡是入坛 入坛行道的时候 入坛之前 要洗洗澡 换清净的衣服 从来没有新衣 洗干净也是可以 六时行道 百天三思乡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晚上就比较困难了 晚上初夜 后夜都不会有问题了 中夜比较难 半夜 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真正可以睡的时间 是等于没有了 中间空荡的时间 只有两个小时 如果睡性不好的人 躺下来还没睡着了 时间到了 就得起来了 可以说是等于没有睡觉 如果睡性好 还可以睡一下子 那么六时行道 就是百天三次 晚上三次 现代人不能这样做 只是一天 把它定成六之乡 算作六时行道 那是方便 中的方便 如是不昧 可见不能睡觉 昧是睡 睡着了 可见根本就不能睡 三两天不睡 还勉强可以 七天恐怕眼睛就要受病了 不但是七天 今三七日 二十一天 更久了 三七二十一日 这个读在后边 谈场有说到 如果经过这样子的苦行的话 佛说 我自现身 自其人前 谋定安慰 令其开悟 我 释迦牟尼佛自行 我就会来到 这个修行的人的面前 我会献出身份来 跟他表示说 释迦牟尼佛呀 来谋他的头顶 来安慰他 好好修行啊 烦恼断了 将来就能够成佛 立即开悟 就在这个谈场中修行啊 可以得到开悟 到底开悟的境界 怎么样是不知道 那么如果 依这个方法修行啊 成就的话 释迦牟尼佛会献钱 摩顶寿祭 然后就会开悟 希望有这么一天啊 那么这一段文讲完 接下去 因此住行道 而建立谈移啊 又下次再讲 哎呀 哎呀